徐耀昌和妻子台上排排站 县长夫人话讲到一半 台前突然一阵遭动 什么呢 我们故意坐起来 看到花盆被撞掉 司仪马上发难 徐定真的妻子央视仪 不甘视若比呛 有人在这边干什么 没有 它掉下来了 你没有吭到汤 它掉下来了 它掉下来了 叫死它了 徐定真的妻子和支持者 被请出会场依旧相当不满 徐耀昌夫人也气不过 在后方开呛 竟然有人闯进到会场 还闹场 苗栗现场徐耀昌 15号晚间到头奔 举办私人感恩餐会 徐定真的太太杨世仪 接到消息就在群组 号召选民一起去参加 徐耀昌进行现场的 竟然到这个会场了 真的我们不欢迎 我们不欢迎 司仪说了好几次不欢迎 杨世仪依旧顾我 穿梭在人群挥首之翼 徐耀昌等人上台致辞 她也走到台前 今天徐定真的要开餐 来到现场 所以呢 这样子实在很不好 杨世仪左右走动 意外撞到花篮 发生口头争执 被体离开 也不应该那么粗鲁的 对待我给你们 她也没做出什么事 其实在我们 入口处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就已经很客气地 跟夫人讲说 这个场合 真的是我们私人办的 真的是不方便 徐夫人坚持要入场 徐定真为妻子教区 但已经被告知 是私人感恩餐会 还硬要参加 明显是想上门踢馆 意外弄到花篮 怕人划救人 还要叫警察 正值选举期间 居心叵测 接下来彭志明 全文在警察苗栗 采访报导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